这是星期天的特别节目 明镜做一个加班 看看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薛弘明先生发了一封信 要求政治局紧急召开扩大会议 讨论习近平的问题 那么我今天很荣幸 把薛弘明先生请来了 有人问这位先生是谁 那么他自己愿意介绍为 独立的时评人士 他是这么介绍的 他是中国公民 这是他愿意喜欢的一个 当然他学专业是法律背景 那么目前他在做太极权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 当然大家看到他也关注中国文化 关注中国政治 我们这个节目希望大家 就是因为可能被黄标 所以希望大家打赏 另外一个我还有几个问题 问完薛弘明先生之后 我们开放讨论 让观众来给薛弘明先生问问题 好 继续 薛弘明先生 你回答这些问题来看 你跟王岐山这个关系 或者不说你的关系 你不回答他的关系 就你他的看似乎是很好 那么我们也遇到另外一种观 就是王跟习是穿一条裤子的 你怎么能指望王跟习这个时候 站在他的法面上去呢 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我想有句话大家都听过 只有永恒的利益 没有永恒的政治 对吧 这个政治的盟友 都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 我从深层的来做一些分析 王岐山和习近平 其实没有多少深得渊源 之所以有渊源 是上山下乡的时候 那个谁 这个习近平在沿岸那边 路比较远 从西沿岸出来 一天赶路赶不到 那中途要找一个地方要借宿 在王岐山这里借宿素 所以在十几岁年轻的时候 他们有过交往 有过往来 但是他两个人的性格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也许并没有形成 就是我们从性格上面来看 王岐山是肯于思考 这国际上就知道 王岐山看的书又很多 对吧 和这个以色列 那个内坦尼亚胡 那些互动了交流了 等等等等 那习近平 能看书吗 习近平晒过好几次书单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凡是晒书单的人 他连一本书都看不懂 我看过几本书我都不记得 我没看过几本书 但是我看一本书我就能看懂 我用不着去晒这个书单 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些在素质方面的根本的这个差异 所以在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上 他们谈不上有什么长期的互动 在执政的过程中两个人也走的路线也不一样 对吧 那个习近平来自从郑内出来到了福建 从厦门然后那个那个到了福建 然后福建省 然后再到了浙江再到上海 这么上海的 那王岐山是在从农园中杜人生 赵紫阳帝那条线出来的 对不对 王岐山真的是出头露面 是在朱镕基执政的时候 对不对 当然就是走到前台 就是临危寿命 治理这个丧死 那么他们的所谓的渊源就是 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没有人他也没有能干的人 他希望王岐山能够帮到他 应该是做过促气长谈 王岐山看到20年中国政治这种腐烂 也愿意帮他来料理 怎么样把这个权力稳住 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江泽已经干扰 搞这个胡温十年一致无成 对不对 这是有目共睹的 习近平也不愿意再做看陷地 所以说这是他们我们讲结盟也好 有的人认为是穿一条裤子也好 我告诉大家 我的看法 不是 那么我为什么没有谈到太多 这个王岐山的政治观点呢 因为王岐山也曾经讲过党政合议 曾经也颂养过毛泽东 那么王岐山到底在政治的方向上是怎么思考的 他的行政能力是绝对的强 但是在政治的方向上思考是怎么考虑的 需要进一步的这个去探究吧 但是王岐山和人大炮的渊源 那可就是什么 这两个人是哥们儿 这两个人的意识形态思想 那是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一致 如果说是习近平跟王岐山睡过一条辈子 那这个人大炮至少跟王岐山能尿到一个狐狸 这和他的差了几级 对吧 那个王岐山上高中时候 这个任志强是这个初衷 但是成人之后 这三十年两个人的交往 都是越来越密切 尤其是王岐山当了市长 北京市市长之后 那意识形态的很多观点 我想他们也未必说是百分之百的一样 但是他们肯定是敢面对面的 那个他们的这种私人关系 硬到什么程度 硬到这个任志强可以不给王岐山的 考虑面子的问题 就是开会我讲我就走了 你当市长你要讲 你给家那边听话忙着 这个我想一般官场上的人 是不敢这样的 对吧 你没有他们这么深厚的 所以王岐山和任大炮的这个 他们的关系是属于意识形态理念上的 这种结合朋友 而和这个习近平仅仅是 历史渊源短暂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分了这个两小段 插队的一段和上来要抓权 这这么一段 这是我能给大家讲的 前面我们谈到你对习近平这个检讨 要政治局去检讨他们 涉及到中国的方向一个调整 那我在你的这个行文中呢 是否发现你想把这个韩城 掰到邓小平的这个方向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还是我理解错了 是 但是不全是 因为邓小平 我们想哈 这个历史定位 在经济方面的这个主张 外交关系的定位 让为中国赢得了近30年的和平环境 得到了发展 经济得到了发展 没有可以说没有邓小平 也就没有朱镕金 那么中国的后边的深度的改革 也不可能有 所以说 邓小平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那么一事一论 在六四上 在政治改革上 在个人利益上等等 这种政治伦理上 那是另外的问题 所以说 在我们对邓小平的 我建议哈 就学着从对邓小平的路线 也可以做一个梳理 哪些是符合人类 共同发展的方向 哪些可有利于和发达国家和平相处 哪些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 我们都坚持 哪些不利呢 你比如说贫富分化的问题等等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等等 那有些问题该检讨就检讨 我个人的这个 在政治上的这个方法 就是我不分任何人 我不分这个任何人 这是总体上来我个人的观点 就是邓小平的外交路线和经济这个方向 是值得肯定 那么在政治上必须要再上一个台阶 因为有一些问题也是他的 邓小平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我们讲历史的局限性也好 个人的局限性也好 那个政治这个状况的局限性也好 各种因素这个都有 那个但是这些因素 在那个时候发挥了这个负面的这个作用 阻碍的作用 但是这些因素 尽管我们承认它历史存在 但是不应该阻碍中国进一步往下 往前发展的方向 小平 来 我们导播啊 在这个问题之后 可以开放观众提问和讨论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 我想问你个人的思想观点的转变 您呢原来是我记得是习近平的网络上的最大的支持者之一 因为我们的一些文章 这一次你好像做了一个很大的拐弯 你也掉着那含像 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不能说是一页 那么我在给立正书的这封信里面 把这个交代的比较清楚 我很明确想 我曾经是习近平坚定的支持者 那为什么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外围持续关注中国政治的人 我没有太多一手所谓的一手资料 对吧 我们都是作为秉持我30年来 在北大就开始的养成的这个这个关注政治的这个习惯 那么关注从 显现出来的公开的这个资料 去对中国的政治做一些评论核的东西 习近平我个人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坏人 对不对 那有些方面我觉得他比江曾时代的很多人是要好 对吧 你看他得家教 对吧 他很早就受到这个排挤 为人比较朴素 在围观的路上 一直比较低调 直到2012年之后 这是他的 那我想昨天前天 今天 今天 网络上流传的一个习近平早期 应该是抱着女儿是半岁 还是一岁时候的这个一个小的视频 我想 那个就是习近平的真实面部 对吧 就是他是一个很普通 很朴素 很坦率的人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文化程度并不高的人 没什么思想的人 对吧 他的能力 那个 李锐 李锐老先生 讲过了 说你们 怎么不想点办法呢 习近平回答他说 哎呀这个打擦面球的事呢 我们不会 这就是习近平的认识水平 所以你翻习近平的历史 从政定开始 一直到中央 他有任何功绩吗 没有任何功绩 他在哪个地方 都没有发表 或带有思想性的政治内谈的讲话 在经济商业措施上 都没有任何功绩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中共产党的体制里面 被平衡出来了 平衡出来 这是历史的偶然 那么既然 他有那么多 正面的一些 这个素质在 那我们不妨 对他寄予一定的期望 那么同时 那么同时大家也对 那么同时大家也对 很平衡的人 谈不上坏人 也谈不上好人 有人就说他说左 有人说右 我坦率讲 这都是没有看懂 习近平 跟他谈了王岐山 原来我 那我以为王岐山是会主管经济的 结果王岐山去搞 借鉴 这个是大处我的所料 难不成习近平真的是 有大抱负 大胸怀 大计谋 在吗 对吧 为什么 中国的政治推进 必须有实权 否则你就是汉贤帝 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十年 已经说明了问题 我对胡锦涛是我个人是非常认可的 这是一个连接公正的共产党 但是他能做什么吗 对不对 他也不敢也没有能力来做抗争 也不敢破坏党的团结 对吧 我想这个事情没有搞好 反而搞坏了 那就更早 所以这是我个人支持 习近平和王岐山抓权 你要推荐任何政策必须有切实 实实在在的这个政治权利 政治条件 这样一个 但是你抓到了权力之后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那就能够表明你的思想 因为在那种当时前几年 我们讲的17年之前 12年到17年这五年的之前 政治斗争 他讲一个左的话 或者讲一个右的话 都不足以下判断 他是有左的思想 还是右的思想 比如说金一铭他讲过 那个宪法的问题 宪政的问题 那不是被这个曾金宏 给开了这个天窗吗 对吧 这个南方船窝给他撤了 对不对 但是他也讲过 什么文化大革命 等等等等 实验了 什么什么不能否定了 什么什么的 后来这些 这个对毛泽东的这些 他脑子里面还能出来什么东西呢 对吧 那 19大 2017年下半年的19大 等于 全部权力到手了 对吧 从2018年 这个十八大开始嘛 十八大 十九大 完全掌握 但是他掌握了之后 按照国内 中国政治的这个程序 公务人员要到位 行政之后调整要到位 要到2018年的两会之后 才能到位 十九大只是解决这个 这个共产党的这个 这个领导权力的这个问题 那么剩下的这个行政场 要有两会 这也是湖北省的省长 和武汉市的市长 现在还留在那没有动 李远一 不是说他们没什么责任 他们就好像过了惯了 不是那回事 为什么 因为党的系统 按照党的这条线 怎么来处理走 这个行政是按照这个两会的 这个程序来走的 那么我对习近平的判断 就是2018年的八月到九月之后 做出了判断 这个人完全不可能 在我们正确的方向走了 他以前流露出来的 所谓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也不是他的计谋 而是他脑子里空空的 就只有那么一点东西 你今天你给我讲个东西 我就符合你这个硬核你一下 对吧 你明天给我讲那个东西 我再回应一下 对不对 你看那个上一次 到美国来这个访问 川普告诉他 我们给这个 这个叙利亚发了 这个72米这个导弹 他说好啊 这种违反人权的化学武器 这是 他懂吗 他不懂 他直接的反应 就只能是这样 那回来之后 中国的那个什么 这个我叫 完全没有 呼应这个川普的 习近平就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说从2018年的8月9月之后 我对习近平的观察点 结论就已经出来了 那么从支持他 希望他能够做一个 讲经过一样的人物 能够比肩华盛顿 能够按照中国传统的这种 语言的话 能够做一个千古明军 这个太笨了 这么大的 利益之间的比较 他都比较不出来 那就是一个笨蛋啊 对不对 你想你共产党你能活多少面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把中国把中华民族带到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上 这是千秋万代的工业 就是这样一个笨蛋 他掂量不出来 对不对 他没办法去选择 他看不到 那还能怎么样啊 所以说那就走到今天 那既然你做不了 那就你就不要做了 对吧 我想对他个人也好 他也据说他每天都是两三点才能睡 睡不了四五个小时 那个三四个小时 精神压力很大 就很紧张 也无人可用 也没人可信 他自己也没办法判断 对不对 你怎么判断 别人讲的是真的假的呢 对不对 所以他也很痛苦 那么唯一能够让他解决 解除痛苦的 就是你就让出来 你就不要做了 对吧 对你自己也好 对中国的政治也好 对老百姓也好 对国 对这个民族也好 对世界都好 对不对 我想中国愿意和世界大家庭 国际大家庭 共同让人类 进入到一个和谐的社会里面去 那不是很好吗